这个是巴勒斯坦,就是那个圣地,迦南地 东西方的横截面,一个截面图 是在迦南地的南边 就是靠近耶路撒冷那条线站 我们可以看到最中间 中间有凹下去的一个地方 那个就是约旦河 你看到左边那个是蓝色的,那个是地中海 你看到那个海平面,海平面对过来 你就看到,约旦河其实在海平面以下 它在海平面以下,330米 然后,广西最高的那个地方是耶路撒冷 所以耶路撒冷在山上 然后左边是地中海 所以,它这个江南地,南边的地势 可以分成几个部分 中间这个叫做约旦河谷 你看到旁边有一个就是耶利哥 所以耶利哥也是在海平面以下 所以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 第一站就打下了约旦河 之后他们就要往上走了 往上走,要翻过那个山 所以,福音书里面 有讲到说,那时候从耶路撒冷有祭司下到耶利哥去 然后路上看到有撒玛利亚 有一个人被强盗打了 后来有个好撒玛利亚人照顾他 那边都提到,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 所以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真的是一路是往下走的 中间,耶路撒冷这一带就是中央三地 然后,最左边靠近海边,那是沿海平原 在中央三地跟沿海平原中间,有一个区域 就是一个斜坡的区域 那个原文叫做是非拉 在我们NIV的圣经里面 我们刚刚第九章第一节说 约旦河西,住三地,高原 高原这个字其实翻得不太好 它的原文是lowland的意思,就是说低地 然后,在NIV的圣经里面,它是把它翻译成为叫做Foothills Foothills,就是丘陵地 意思是在,就是在中央三地跟沿海平原之间的 中间这块缓冲的地区 就是比较斜坡这块地方 所以,其实不像不是高原 就是中间这块地方 这块地方,靠西边那边有个城市 叫做以格伦 靠东边,有一个叫博斯迈 这个地方,过去常常打仗 就是以色列人跟非利斯人常常在这边打仗 东边这边,最右边这边是外约旦的山脉 你看那边有一个,稍微比较突起 这个就是尼泊山 里面,就是有一个拉巴 拉巴是亚门人的首都 就是今天这个约旦的首都安脉 再往东过去,就是沙漠 就是沙漠 所以,你看从圣地来说 一般就是可以分成这五大地区 所以,从左边开始 沿海平原,然后斯非拉,中央三地 约旦河谷,跟外约旦山脉 中间还有一个小块地方 那是旷野,游到旷野 但是北边没有旷野 所以,这个不算是主要的地形 这五个地方 后来我们在,从这个叫做士师记 撒摩尔记,我们会看到 沿海平原,其实就是非利士人 他们所占据的地方 以色列人,他们虽然 神把这块地给他们 给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后来一直没有把这块地打下来 这个地方成为后来以色列人很大的一个祸患 今天,就是加沙走廊 就是这块地方 沿海平原这里 甚至靠北边一点的话 就是以色列今天的国家的主要的一些城市 都在沿海平原 今天跟当初有点颠倒 当初,中央三地都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 今天倒过来 今天以色列人住到沿海平原去了 中央三地是巴勒斯坦那些烂民族的地方 然后,斯贝拉是缓冲的地方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稍微知道 现在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打下耶利哥了 也占领了艾城了 现在他们要面对的 就是中央三地里面,其他那些城市 还有,斯贝拉 就是他这边所谓的高原 还有沿海平原 所以他说,住三地高原 还有,对着利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住 这就是平原 其实说,沿着大海一带,一直到利巴嫩山 我们可以看到,利巴嫩山沿在北边 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横截面 这个是南边的 我们看一下下一页 下一页这个,我们就参考一下就好了 因为今天我们的范围,比较没有讲到这里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有个海平面 然后,下面这个是约旦河的重头面 所以,约旦河是从右边,就是北边往左边 左边是南边 一路从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流 流到最左边,这边就是石海 石海是海平面以下,422米 右边,中间一点,那边是加利利海 或者叫做基尼列湖,也是在海平面以下 所以,你看到这个咖啡色,是在海平面以下的部分 所以,加利利海也在海平面以下 所以,那个地方也算是比较温暖 但是因为这个地形的关系 所以,有时候湖面中间会有一些很大的风浪,风暴 突然会有风暴 因为那边气候变化,温度会有时候,温差一下变得很大 这是在福音书里面,在加利利海上面 会出现风暴的一些原因 我们看后面背景里面,就有一些山地 最左边是西伯伦,西伯伦在山上 伯利恒,然后耶路撒冷,这些都在山上 然后再往中间的话,是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 这两个中间是事件 上礼拜,我们有提到说 以色列人在这两座山上面,宣告祝福跟咒诅 然后接下来是基利坡山 这个在后面,我们读到扫罗王 扫罗死在基利坡山上 这个是被非利式人杀了 然后塔伯山,塔伯山也发生过一些战役 在四世纪里面会读到 然后最右边,最高的那个是黑门山 塔伯山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有人传统上认为 主耶稣登山变相,是在塔伯山 但是,后来现在比较多人认为说 应该在黑门山 黑门山是2814米 我不晓得中国有哪一座山 跟这个大概差不多 台湾的玉山,比这个还高 台湾玉山是3000多米 这个是地形 从东西来看,南北来看 我们稍微有点概念